中共央視1月11日的新聞聯播畫面顯示 當日中共中央黨校舉行省部級官員的 所謂六中全會研討班的開班式 律戰書在開班式上延伸 央視報導說 習近平在開班式上講話 中共七常委和國家副主席王岐山都有出席 上月31日 中共政治局常委集體出席全國政協的新年查話會 唯獨律戰書缺席引發各種傳冊 隨後網上傳出律戰書與其家族出事的傳聞 分析人士認為有關傳言涉及中共來鬥 1月6日 新華社發表的《新華社年度照片》裡 兩次出現律戰書的照片 五次提到律戰書的名字 疑似變相為其闢謠 同日古巴駐華大使館也在微博發布消息說 律戰書向古巴發出賀電 律戰書上一次公開露面 是在2021年12月27至28日 在北京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